镜头转回台湾 连续两个礼拜的梅雨台风过后 稻谷倒伏严重甚至发芽 嘉义农民今天向马总统当面澄情 希望每公顷能够提高补助到两万块钱 尽管天气放晴 嘉义市高铁外环道旁边的稻田 还是严重倒伏 随手一抓就看得到发芽谷 甚至已经开始腐烂 稻谷就是什么要做 发芽啦 发芽就做 比阿公的水水更长 三天至五天而已 你才发得 就发芽发芽都出车 扣车给他 完全没有用 没有没有 马英九总统端午节上午到嘉义市看灾 还走进田梗 弯下腰来查看 甚至还拿着麦克风 和农民一起蹲在田里面 听农民的声音 农民陈情 希望能提高受灾补助金额 刚才我听一万数千多 是不是可以提高到两万左右 我来说 我准备来了 来输口了好吗 那主委 我来说啦 总统 下令 都通啦 面对农民要求 农委会主委赶紧打原厂 说是还要再精算 总统承诺会请农委会进一步评估 全力补救农民损失 和确保农民应有的收益 新行人也在电视 嘉义综合报导